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椒也按同样的方法 大餐拍碎 然后切成末 小米辣切成丝 锅中烧开水 放入一勺盐和白醋 防止豆角变色 下午豆角焯水一遍 豆角不变色 有两个技巧 一是加醋 二是迅速过凉 两分钟后捞出外面凉水 现在调个料汁 碗中放适量的蒸鱼汁油 生抽 加点香油 蚝油 橙醋 白糖 辣椒油搅匀 起锅烧油 放入青红椒翻炒一下 放入蒜末 红椒丝炒香 炒到快熟的时候 关火出锅 倒入豆角里面 倒入料汁翻卖均匀 腌制十分钟即可使用 豆角这样做 特别的开胃下饭 爽脆入味 技术要领就是刀法 喜欢 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嗯 Muah